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还是在我们正常的召唤师峡谷这个地图上 不是像我们那个极地大乱斗那样是一个固定的地图 这里呢我们对手是前期掐了一个眼 但是这里呢我不准备来扫这个眼 毕竟我是有惩戒的 而且我是准备用惩戒来打这个蓝的 现在的话这个惩戒的时间已经降低了很多 是只有40秒了 这是一个改动大家记得一下 那这里呢我是准备惩戒掉 然后他看到也没有办法 被他抢一个小怪 无所谓了 现在这个S改动里面呢这个经验值还是一样的 那现在惩戒的CD呢大概是还有30秒 也就是说我基本上再刷一个F4 然后就能到达惩戒的下一轮的时间 然后可以接着去打红buff 出装呢我还是接着出了这个打野刀 然后我们五个龙女开始准备很欢乐的对位五个EC 然后对面的上路呢是两个EC 然后我们的这个 我们有一个龙女一直在地图上换过来换过去 她是先帮我打蓝 打完蓝之后决定看一下 还是去上路吧 去上路帮人 然后我们下路的这个龙女是在呼叫说来一个人来下路 这长得都一样 我都分不清到底是哪个人哪个人在说了 好那现在呢是收完双buff 然后像正常的排位赛或者是匹配赛一样 然后开始过来干咳一波 那么这一波呢是否能够收到人头呢 先用雷达扫下 发现没有眼 他们居然没有插眼 那就直接来干咳 我看这里这两个龙女已经把这个EC逼到角落里的 这个EC一个E 我这里接着一个闪现上来 一发Q直接收掉了这个EC 赶在这个EC杀死我们的这个龙女之前 然后也是很开心的拿到了我的FIRTH BLOOD 不过现在有个细节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现在FIRTH这个钱呢比之前少了很多 现在FIRTH BLOOD好像只有 我刚刚是只拿到了360块钱 以前的话是有400块钱的 那这里呢 这个EC你是想干嘛呢 你还不走吗 这里是想对我身上的红buff 和蓝buff是念念不忘呀 但是怎么说呢 你这肯定EC是在前期 是肯定打不过这个龙女的 然后在中期的时候 可能EC这个E和Q的等级高了之后 能够细耍一些龙女 但是呢 我觉得到后期的话 五个龙女就遇到五个EC 这个情况呢 我相信不用我说 大家也能想到是个什么样的情况了 一定是很欢乐的 五个龙女一起扑上去 那会是一个多么壮观的一个场景 而EC呢 它肯定都是偏输出的 他们这边就没有肉 那龙女呢 它就算是走输出加肉 我觉得在后期也不是EC能够轻松打动的 而这里呢 也是希望对面的五个EC 那也不要全部出这个AD装吧 你们要是全部出AD的话 到后期更打过龙女了 以后我们看一下 对面这五个EC 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套路呢 国服一更新这个科隆大作战 我就赶紧来打一下 这个嗨一下 我们看这里野区的改动 这里呢 是多了一个叫做鬼魂的怪物 这打死之后能得多少钱呢 60 60的钱 这真的是很多了 然后在对面的野区呢 也有一个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对面的EC的搭配 是上路两个EC 下路两个EC 然后中单一个EC 那我这在外面打了一圈 回来都已经1300多块钱了 想想要出什么呢 啊 既然 这个上中下三路的EC打龙女 都是属于一个压线的状态 那我就决定出一个五速鞋 然后四处的开始准备干渴 来帮助队友缓解压力 没办法 实际上我们是一家人呢 对不对 都这个姓龙叫女 然后都是龙女 那惩戒呢 现在是40秒 所以说经常都会感觉 还没有用呢 然后就 这个惩戒就又好了 那以后出装上呢 该出什么样的装备呢 我也在研究 那么打野装的话 我可能还会选择远古模向之精魄 我们先看这里 这里呢 这两个EC还是压线 压这么靠前 而且有一个EC还没有魔法 那我就不用雷达扫射了 直接先过来 准备来先干这个EC 一发这个E 然后加Q 然后加上火 这个EC是没有一点点机会 能够跑掉了 除非它有闪现 我们看这个EC 它有E 它怎么不用啊 几个意思啊 是准备塔下杀我吗 但是在 还是 临死前 杀掉这个EC 但是被塔给打掉了 把我给终结了 前期三个人头 全部是我拿的 这个 克隆大作战里面 看来还是 打野比较强势一点 而且在这个版本的话 我觉得 我们看这个野区的改动之后 多了一个鬼魂 然后60块钱前期 那打野的话 加上你的惩戒CT很短 我觉得打野可能是 在这个版本 是一个比较容易 带节奏的一个英雄 这一盘呢 就像我这个龙女一样 所以说大家在 打正常的排位的时候 如果想上分上的 比较快的话 我可以跟大家推荐 就是打野这个位置 可能会 你一个人 更能去带动 整个战场的节奏 因为现在 每个人出来都能带野 所以说中单 想带节奏的话 就没那么容易了 好 那现在是 收完这个鬼魂之后 到达6级 然后大家看到 我回家是买了1000大腰带 我准备先出这个 日盐斗篷 我这里雷达扫下 发现一个野 对手是知道我在这了 知道我在这了 他们会走吗 他们两个人都走了 都走的话 这不就没什么机会了 回家 接着是我的篮 刚刚打鬼魂的时候 刚把这个成绩用掉 然后现在鬼魂又好了 我们看我们中路这个龙女 往前扑了一下 然后搞笑了一下 被对面一堆 带塔直接给收割掉了 这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克隆大作战呢 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 你不能在里面选T莫 也不能选死哥 否则的话你会 因为你很有可能会遇到一种情况 就是说对面也是五个T莫 然后你这边也是五个T莫 那这样满地图都是 这个蘑菇了 说这可能属于一个比较bug的情况 他们给禁掉了 死哥的话可能到时候 就十个大招同时方 那该怎么计算伤害呢 这两个英雄是不能选的 然后其他的那些英雄呢 你都是可以去选到的 而且呢 是怎么说 你没有去买这些英雄 你也可以选到 所以说最近想玩一些 不同英雄的朋友们 赶紧来玩一下克隆大作战吧 因为我看了一下时间 是12月12号 也就是到12月19号 也就是大概七天的时间 七天结束了之后呢 你就玩不了这个游戏了 这个模式要暂时的被去除了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是我估计是可能腾讯认为 你免费把所有英雄都玩了 然后就没有人买英雄了吧 所以说过几天就要先去除 但是后面的话 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增加出来 这样一个模式 因为我觉得还真的是蛮有意思的 我们看这里中路这个龙女 哇下路也是打得不可开交呀 这两个龙女扑上女 现在我们这边的龙女 都已经到达了 五六七就六级以上了 以后的话 我相信会有一个个龙女 扑上去的镜头 那我们看中路 这里有个EZ 我这里准备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龙女扑EZ这个镜头 一个大扑上来 但是中了EZ一个大 然后一个闪现 接着想跑 哎呀 这下扑太冲动了 然后还被人家的EZ一个E 这一号龙女打EZ 这搞不好就要被EZ给戏耍了呀 还好他把刚刚EZ给打掉了 那他又把这个双MUFF给收回来了 不错不错不错 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 一号五个EZ 五个大招同时放出去的场景 那简直 如果在中路一起放 我都不知道该往哪躲了 同时吃五个大招 那是怎样的情况呢 好我们现在再来看 然后我第一件装备呢 没有出了远古模向的进破 我还是准备 因为对面毕竟五个EZ嘛 输出挺高的 我还是想先出这个日盐斗篷 日盐呢 现在这个样子变了 价格没有变 一号造出来之后 可能这个样子不太一样 大家要习惯一下 那这里呢 我给队友发信号打小龙 因为我们这边是由我带了惩戒 对面的EZ是都没有带惩戒的 然后这里呢 我去研究一下 发现自己打小龙的速度有点慢 因为对面的EZ没有带惩戒 所以说我们还是五个龙女 围欧小龙 都开着这个 都开着这个W的这种场景 太壮观了 然后对面的这个EZ大招 也是撇了几下 我们看这里我又上头了 然后又上头进来 结果发现草丛里面蹲了五个EZ 然后我们看这个龙女扑了上来 你这 然后又一个龙女又扑了上来 然后你要扑上来吗兄弟 你怎么不扑呀 然后这个龙女又扑了上来 这几个龙女接二连三的扑了上来之后 只让我想到了一个场景 叫做什么 飞蛾扑火 我想也就莫过于现在这个场景了 这我刚刚上头了 这怪我怪我 一个人带领了带领了龙女家族的团灭 这队友们太配合了 不过你们也稍微冷静一点嘛 我这毕竟今天刚接触到这个摩扯觉得真的是好玩 然后你们也不要像我这样吧 不在意后我们真打不过对手了 好 现在场上比分7比9 然后这个EZ如果被我杀掉的话 那就是回到8比9 这个EZ有机会 这里准备吐一口火 然后没有死 然后一个Q收掉 然后我现在是 这个大招差点刮到我 这个EZ过来了 现在的话我要不能走常规路了 因为我走常规路的话 肯定被 这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刮一个EZ大招就把我给刮死了 那这里呢是过来收下对面EZ的蓝 因为对面5个EZ明显没有人用惩戒啊 那我就免为其难的帮你们把蓝buff给收掉吧 现在上路又是一大波兵 收完之后呢回去我的这个日盐 基本上就能出来了 对面的EZ呢我刚刚是看了下 他们不光是纯AD 他们有3个AD 两个人走的是AP的路线 也有可能一会儿会走乌夭 或者说是其他的AP装 但是呢 EZ的输出的话 就这么多龙女 我觉得我相信他们的大多数的这个 AP的输出也不会打到我身上 所以我决定我还是要先走一个先肉装 因为他们毕竟很多时候还是靠普攻的 然后我肉装只要起来之后 那后面的话 这些EZ就是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了 就可以随意的玩弄他们股掌之中了 那现在的话大家看 我出了这个日盐这个装备 这个装备的样子改的有点奇怪 大家可以在我的道具里面看一下 然后现在对面的5个EZ已经开始发现我们的弱点了 就是中期这些话 所以说他们开始刻着 一个两个两个大招 开始推塔了 利用他们的远程 所以说如果 但是刚刚那个 我以为刚刚那个EZ是 大招放歪了呢 结果是收掉了我们一个残血的龙女 那这里呢 我是绕了下 然后给我们的龙女姐妹妹赶紧发清完 他们上 然后这里先是以一发E收掉了一个EZ 然后回头再收到一个EZ 然后我靠这是多么漂亮的一个操作 直接一个大从两个人中间扑出去 这个操作你没能做到吗 紧跟着一发E再收掉一个EZ 然后现在还有这个EZ 然后以一个W燃烧 直接烧死 我的5杀呀 就这样没有了 请后续的龙女姐妹 一定要记得帮我报仇 帮我完成未完成的梦想 好吧 这个龙女是帮我报仇了 但是也被对面的EZ 拿到了三杀 这波团战打的吧 我自己也是逗逼了 一个大拳从两个EZ中间扑空了 这是多么 多么不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情 居然被我给做到了 这简直我也是佩服自己 然后刚刚也是很可惜 没有拿到5杀 最后的4杀的时候 被对面的塔给终结了 也被对面的EZ给收掉了 那现在的话 我回家把这个远古魔像之 金破给出来了 因为毕竟有个打野刀嘛 合一下 也能够帮助自己撑点血 这个装备现在是弱了一点点 但是呢 大家看 这个新装备呢 就是它有一个特性 大家看到我这里有个 一直在变的 像之前惩戒一样的 这个数字了吧 这个东西呢 是 它会一直往上面加的 如果它加到 它最高可以加到80 加到80之后呢 你只要去击杀 像F4里面的这个大幽灵 三郎里面的这个大狼 当他把他们杀死的时候 都会分别获得40的这个额外金币 如果你不够40的话 就是有多少 给你多少 然后就是他一个不断跳的一个数字 我们看对面的5个EZ 又开始抱团了 你是欺负我们这5个龙女没有大吗 这里我们看这5个EZ 这简直是边打边退 没有一点办法 这5发Q同时上来 我们都 哎 这没有大的龙女好尴尬呀 我们直接有一个龙女 直接就被风筝 活活的给风筝死了 那现在呢 我们发现形势不对呀 这有两个龙女已经是残血了 这怎么办呢 赶紧跑呀 这谁受得了这种万箭齐发的感觉呀 这5个EZ 一发Q接一发Q 呃 这 我们这边好像龙女中 只有我一个人在出入 其他几个人都是半肉半输出 那到后面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是最有前途的 那现在我们还是处于一个劣势呀 我们只拆掉了别人一个外塔 别人已经把我们的中塔和 上下路的外塔都已经给拆掉了 这里呢 我是收一波钱 呃 我觉得我们的大招的基本快好了 然后对面的EZ应该推不上来 所以说呢 我从后面包抄一下 然后我们这几个龙女 然后准备上了 一个龙女已经扑上来了 然后EZ也在放大 然后这个龙女要扑上来 然后这一个闪现一个扑 这一次扑没有再逗逼了 那么现在就是我追杀的时刻了 我开个火 这简直就是一场屠杀呀 惨无人道的屠杀呀 这个时候我不仅想起了小致的一句话 就是叫做 还有谁 还往哪里跑 直接一个Q 再次收掉这个EZ 我又拿了一次四杀 这次呢 是有一个EZ 被我身边这个打酱油的这个龙女 给拿到了 否则的话 这个克隆大作战的第一个五杀 就此诞生了 真的是差一点点 我没关系 后面还有机会 那现在呢 是呼叫队友 来打下小龙 大家可以来注意一下 以后如果我把小龙打掉的话 我会额外的获得 40的这个金币 就是我现在头上一直在跳的这个东西 大家看我这个状态栏上面这个 在跳的这个金币数已经减掉了40 但是刚刚没有单独的显示出来 小龙这边拿到了216 所以说应该是和小龙的钱算到一起了 这里呢我们这个龙女也太冲动了吧 我只是想过来拿个红 但是他一个扑扑上去了 然后那个EZ好像被扑傻的样子 直接没有跑掉 那现在的话 别人的部队已经赶过来了 我一发大 然后加上 这太舍得放了吧 这个大招 现在的话 那我是先回家吧 这里是有个EZ 直接是要过来抓我吗 那这里我是也没忍住啊 过来还是强行的先换掉这个EZ 然后想试图跑一下进草丛再反打 可惜啊 还是差了一点点 不过那个EZ刚刚学也不多了 还是果然是在别人家 还是不应该待着太久 拿了人头占了便宜 该走就走 这才应该做作风 那现在呢是 钱居然也有3000块钱了 这打野龙女也好赚啊 那现在回家自然是先把这个 蓝召之盾给出来 也就像我刚刚分析那样 因为毕竟还有其他的龙女扛在前面 对面虽然有两个走VP输出的这个EZ 但我觉得他们应该是 有很少的几率能够打到我 所以在出装呢 我就选择是怎么肉怎么蓝 然后最后如果非要出一间输出装的话 可能就像我们之前看的草莓比赛里面出的那样 就是说出一个提亚马特 可能就比较适合这个龙女的输出 其他装备我觉得都不是很好 提亚马特可能是比较好的了 我们看这里中路这两个EZ是在跟我们纠结 那我是想过来拿下蓝 毕竟惩戒又好了 他们家的蓝不拿也白不拿呀 这些EZ都不知道去拿蓝 我们这个龙女在这发什么呆呀 拿完蓝 然后看一下情况 局势并不明显呀 那我还是接着刷对方家里面的这些幽灵这些怪物吧 大家看这次这个额外的这个金币就跳了出来 刚好是40和那个60是分开的 那现在这EZ们又是集合了呀 看来要开始推我们这个高地了 毕竟我们龙女推塔实在是太慢了 现在是推了别人一个塔 EZ推塔确实有点快 但现在的话我觉得局势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越来越好打了 因为这个克隆大作战这次里面随到这个龙女和EZ这个组合的话 我觉得只要不出意外 中期如果EZ推不下的话 就越到后面应该会这个EZ会越南打 我们看这里一个龙女先扑上去了 这冲在最前面的果然是没有好下场 然后第二个龙女也扑了上去 然后我作为第三个龙女也开始扑上去 因为时机差不多了 又是时候开始我来收割了 那么这一轮的一个一吐一下 然后这里呢血不是很多 我觉得先跑一下 拿了一个双叉之后想跑 但是果然是应了一句话 就是说最幸福的人往往都是在最后的 冲在最前面的果然是没有好下场呀 如果我刚刚是作为第四个龙女再上来的话 那我相信我这次就说不定拿了一个五沙了 可惜啊 又和我的五沙是擦肩而过呀 现在我们终于开始推别人的中路的这个第一个外塔了 现在是第四件装备了 第四件装备的话 我准备开始出这个振奋铠甲了 因为现在的话 除了这个反伤甲之外 要不就是振奋铠甲了 所以说我考虑一下 毕竟别人还是有这个两个APZ在的 所以说出一个振奋会好一点 让自己更肉一点 然后打团嘛 反正我都是一个大扑上去之后 只要开着火 然后不断的去烧别人就行了 对了这个因为是克隆大作战 也一直忘了跟大家讲这个龙女的一些操作方法了 龙女的话 这个加点方式上就是主W-E 然后EGQ无论线上打野 我觉得这么都是这么主的话都是一个很不错的事情 我们看这里对面的五个EZ 然后又是杀了过来 你们是要闹哪样呀 真的是一波接一波 一波还会平息 另一波就又来了 那又到高地上了 又开始紧张的时刻又要来了 我们龙女们已经就位了 大招也是马上就好 那谁会成为第一个冲出去的龙女呢 我肯定不会第一个 除非是时机特别合适 否则的话冲出去肯定是没有好下场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哪个龙女会第一个冲出去呢 这五个EZ也是抱定了一个想法 然后在我们的下面各种放风筝 这波B线过来了 我们看这边 我们第一个龙女闪现加大招上去了 这我们看EZ在跑 哇 看到了吗 三个EZ的大招从这个中路过来 那我作为第三个龙女 自然也是闪现加大招直接扑了上来 那现在呢又是时候可以收割了 我觉得我这次的收割的节奏 应该是把握的还是不错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刚刚看到 最后那两个扑上来的龙女 有一个龙女直接大概往前面扑了不到两厘米的一个地方 简直是把我给笑的不行 然后最后一个龙女也是装模作样的一个大招扑了上来 结果也是扑了上来之后赶紧往后面跑 那好 这波团战呢 又是以龙女方胜利为结束 果然是像我之前说的那样 就说第一个上去的人往往就是挡枪的 对面的五个EZ也是 同时放了三个大招出来 简直就是让中路这个地方是无处可躲呀 后面的话 这克隆大作战 我不知道大家之前打的时候 我相信会肯定会很有意思 你会碰到各种各样的英雄 比如说五个艾西 然后是寒冰剑是万剑齐发呀 然后五个大招 然后轮流的上来 或者说是五个盲僧 然后就像踢球一样 把这些把对手踢过来踢过去 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好 我们看这里呢 我这个基本上装备是全了 然后现在再出个反上甲就差不多了 最后再把这个五素鞋换成不甲鞋就够了 那在这里呢 也是告诉大家 就是说大家只要在我的视频的优酷空间内留言 我到时候都会在下期视频中抽出 本期视频的一名幸运观众 获得这个艺术联盟的一万点券一份 小小新意 也是希望大家有什么建议 各位的视频留言 我也希望能够做得越来越好吧 还有就是在视频里呢 也是特别感谢下这个讯游 对WE战队的支持 因为我们WE战队的讯游账号呢 都是有讯游官方给我们提供的 而且是更好的服气 像今天的话 我打这个S开始的第一天 爱欧尼亚这个区域特别卡 我在上海这边都是200PIN 如果没有迅游的话 我还真是打不了 我们看这里 这里是因为我现在装备已经比较神装了 这边是死了一个EZ 我觉得一个大招扑上来 直接就先开团了 然后这里呢躲到EZ后面 然后把第一个EZ先收掉 其他的这个时候我们看满地图都是龙女 变成龙岛状态 只有一个龙女在拖节奏 你怎么不变龙啊兄弟 真的是拖节奏啊 我们看这个EZ是直接被我们最后一个龙女一个扑给扑掉了 然后现在是我跟队友发信号 开始五个龙女来打大龙 这全部都是开始W 不知道这个大龙兄此时会不会觉得 这五个龙女跟他长得好像呀 那现在呢对方的EZ是只跑掉了一个 那现在大龙我还是有惩戒的 这完全可以惩戒掉 钱不少300多块钱现在 那现在的话五个EZ在后面肯定是打不过我们了 我们看这里我一发E nice抢了一个人头 那现在就可以回家 把最后的神装再一出 然后就是真正的六神装 然后开始吹齐最后的进攻的号角了 再收个F4 把这个打野上的这个钱给 跳的这个钱给领回来 毕竟40块钱了 我们看这里 对面直接投降了 那好吧 对了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就是在我视频下留言的朋友们 我不光有机会获得1万点券一份 还将有机会获得skywire店提供的价值 20元的带金券5张 那么也希望大家给我的视频留言 那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这个淘宝小店吧 嗯 也是首先感谢由我自己的淘宝店提供的这个5张带金券 啊价值20元带金券给视频的观众们 那么啊也是之前有开过淘宝店 但是好久没有管了 现在呢就重新整理起来了 所以说啊店也小 也没有什么特别多产品啊 都是一些外设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然后现在呢也是给大家提供了这个优惠券 这里有5元10元20元是可以领取的啊 当然呢啊和这个啊这个里面的优惠券呢和我在视频里面送给大家的优惠券是不冲突的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中奖的观众中奖了 你们可以拿到你们那个中奖的优惠券 再加上这个优惠券 然后一起来使用 比如说你可以比如说你在领个20的 比如说你可以直接减掉40块钱啊 当然呢 现在店小有个好处 就是说单也少 大家有什么问题了 可以直接来找我来投诉 这个我也是会来偶尔的这个客串下客服来帮大家解决一些问题 当然呢啊 虽然店小 但是签名照什么都是有的 如果有想得到我签名照的朋友 都可以向我们的客服要求 是可以把签名照第一时间送给你的 那然后呢 这些产品大家也看一下 就基本上在这里的 然后W的这个产品呢 也是我在用的 也是我很喜欢的 然后价格呢 也都是比我们站队的这个外设店是稍微低了一点 说大家在我这儿购买也是可以的 当然偷偷的不要去告诉他们 否则的话 这个站队人肯定会过来 把我给弄死了 所以说小店 然后也是希望大家多多捧场吧 总之有什么需求 你们可以告诉我 我会来争取给大家带来更优惠的价格 或者说更优惠的活动 因为刚开始做 我不是很了解 然后呢 我就这里有一个 《当李小峰成为Sky》这本书 这本书呢 现在是一个断货了 我不知道需要人多不多 如果大家需要多的话 我会问出版商那边 再近一点这个书 因为我知道很多打电竞的一些朋友 可能会比较迷茫 那么我还是蛮推荐你们看一下 我自己写了两三年 写出来这样一本 关于我的自传的一个书 或许能够给你们提供一些帮助吧 那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也是谢谢大家的观看